大家好,我是雪花,今天让我们一起探索各种动物为了生存做出的种种挣扎 巨型侧颈龟各个都是天生的气象观测员,他们靠预测天气来规划自己的生活 每年十月雨水过后,这里将出现一大片持续三个月的浅滩 大约近五万只侧颈龟都会在这个时间感到这里缠乱 这片浅滩将成为侧颈龟们的巨大产房 有经验的雌龟都会寻找地势高且比较干燥的地方 数以万计的侧颈龟各自忙着挖坑产乱 从高空上看,就像撒在沙滩上的黑豆子 一只侧颈龟晒晒来迟,他见缝插针,找了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地方 熟练地挖出一个坑,开始产起带来 他一口气产了一百多枚蛋 然后,把它们埋在沙子里,以免被劣势者吃掉 同时,被太阳晒热的沙子也能加速复发过程 两个月后,赫壳出的幼龟,探头晃脑地从沙子里钻出来 在河水上涨之前,数以万计的幼龟大军爬向水面 雨水滋润着大地,万物因为有水生命才得以延续并散发勃勃生机 一群杨红丰虎正从数百里外的刚过雨林赶到这里 他们对节气的观测能力一点也不比侧井规逊色 此时他们就等着水面干涸 好在沙堤,筑潮产卵 这些杨红丰虎都是一流的建筑师 尤其擅长挖掘 一口气能挖两米深 这里的峭壁上已经布满了数不清的巢穴 一只杨红丰虎正在粪里挖土 却被邻居一嘴给啄了下来 看来不仅是人类 就连鸟也得好好处理 隐利关系啊 随着杨红丰虎越聚越多 趁火打劫 纠占雀巢的情况也频频发生 水面上看似很平静 实际上却危机四伏 一不留神就会成为鳄鱼的美食 下面有鳄鱼手术带兔 上面有海鸟虎视眈眈 要想保住小命 还是藏在洞里最安全 非洲海鸟有自己独特的捕猎技巧 它擅长把猎物困在河岸附近 等杨红丰虎自乱阵脚 光不择路时 就成了菜板上的肉 任它挑选 就连河里的鳄鱼也跟着沾光 每逢十月 赞比亚的森林上空 乌云遮天蔽日 雷电叫加 雨季就要来临 无数只草色过幅 像一团流动的乌云 向这里拥来 它们不远千里长途跋涉 在雨季来临之前 赶到了这里 等到雨后 将有数不尽的果实成熟 到那时候 这里将成为美食的天堂 每一只草色果服 都可以在这里 吃上两个半月的大餐 这片森林 成了一千万只草色果服的乐园 你看 一大群草色果服 栖栖在一棵树上睡觉 睡好了就去大吃一顿 在这期间 它们能吃掉30万吨的果实 它们沿途拨洒种子 等到明年的春天 又会长出无数棵小树苗 让森林更加生机勃勃 冬季的蒙古戈壁沙漠 气温降至零下40度 野生双风陀就生活在这里 为了寻找水源 婆群在首领的带领下 已经搜寻了数千平方公里 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长征 烟尘滚滚 飞沙走石 来自不同方向的陀群 汇合在一起 这些野风陀 能够感知到50公里以外的水汽 然后向着气温的方向前行 在戈壁中 大风也能提供水源 西伯利亚的大雪 被风吹到这片沙漠 降雪地点难以预测 也无法持久 只有找到有积雪的地方 活群才能生存下去 四个月前的圣诞岛 极度缺水 森林变得毫无生机 岛上的所有居民 都在期待寄风期的第一场暴雨 随着乌云压境 电闪雷鸣 逗大的雨点 打在满是尘土的树叶上 雨水开始滋润干涸的大地 隐藏很久的圣诞岛 红蟹终于露面了 季风来临后 数不清的红蟹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队伍 向海边奔去 它们翻越重重叠叠的岩石 爬过树木茂密的森林 据有关人士统计 足足有五千万只之多 它们这样不辞辛苦 长途跋涉 是为了来海岸产卵 这些红蟹不会游泳 可它们的卵 却只能在海水中发育 因为怕水 它们必须在潮水 长至最高处时产卵 每只红蟹大约携带十万枚卵 短短两三天 就会有数以万亿枚 卵被排入海水中 产卵结束后 圣诞的红蟹会返回森林 四周后 潮水抵达最高点 刚刚孵化的红蟹宝宝又回到同一片海滩 无数只红蟹宝宝把海岸染成了淡红色 在湛蓝的海水映侧下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这些小红蟹需要空气中的水汽才能呼吸 所以在雨季结束之前 它们必须爬到森林里去 在那里度过几个月的旱季 然后展开又一轮的生命旅程 亚马逊雨林是水资源十分丰富的地方 这里的年降雨量能达到3000毫米 三五天就会下一场雨 随着雨越下越多 水位开始上涨 一只火蟹发现洪水来到了家门口 火速回去报告军情 火蟹家族准备搬家 公蟹和兵蟹负责照顾右蟹 他们多耳不乱 由秩序地把族部相互交缠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移动的人工岛 火蟹身上长满小绒毛 可以锁住体表的空气 通过家族所有成员的努力 终于抱成了一团 他们锁住的空气 就像气垫里的空气一样 是他们浮在水面 他们随波逐流 紧紧抓住右蟹 把蟹后藏在最中央 别以为这样就安全了 时不时会有鱼类前来光顾 随敏也把它们视为美食 长长的口气能把火蟹吸干 最先遭殃的就是外围的火蟹 但火蟹家族也不是吃素的 他们的团体意识很强 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成员 并且时刻准备反击 火蟹群可以在水面上漂浮一个月 甚至更长时间 直到找到新的觅食地 庞大的火蟹家族成员齐心合力 终于找到了新的家园 视频分享完了 有什么感想 请在评论区留言 下一个视频 再见